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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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由慈佑英文學校 資訊科技製作的IT新領域 上一集跟大家簡單介紹了Google雲端冷碟 裡面也包含了不同的工具 而且各種工具軟件大家也有非常熟悉的感覺 至于今集跟大家研究一下Google文件的工具 首先打开Google Chrome这个楼栏器 若当我们订阅了我们的币币 你会在右上角出现一些显示 在这里打开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工具 这里有个叫Google文件 如果我们想做一个新文件 直接在这里打开也可以 开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你硬碟里面有多少个文件 现在在我这个文件处里面没有文件 我按这个位置去选择空白 开开我新的文件 至于Google文件的用法很相等于我们的Microsoft Work 只不过功能比较简化了很多 但足够我们一般的普通文书处理应用 至于里面的文书处理我就不详细介绍 我集中会介绍一些 如何和其他朋友在网上做这些互动功能 如何去分享或者共同制作这个文件 因为这方面是用Microsoft的 没有那么容易运用的 如果在我们这个Google文件里面 就非常方便了 首先我们可以输入文字 我原先已经预设了一篇文章 我把它贴上去 简单做法 其实和我们用work 差不多 假设我想将文字的字形去改变 我将它传选了这篇文章 在这个位置也有不同的字体 我想改变为这个字形 看到字形已经改变了 字形大小 我现在可以改变 所以我大一点 基本上做法也和work 差不多 接着我想将文字排好一点 看到右边不是对齐 我同样做法 我限制了这部分 我选择左右对齐的工具 现在出来就比较美 但留意它的功能不太强 它处理英文字就比较好 如果处理中文字 它在右边的对齐 就不太准 会差一点 而且如果我们要用中文字的话 它的字体的选择比较少 相对来说 英文字是多一点的字体 接着我想试试插一张图片 我停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选择插入 选择图片 选择图片 选择图片之后 有几多不同的选择 像这个 当我们在电脑里面 已经有这张图片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文件里面 又或者我们预先 已经放在云端硬碟里面 也可以透过云端硬碟里面 选择你的相片 今次我想用的是 直接在网上搜寻 在这里输入我们的姜饼人 我们按Enter 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图片 如果我喜欢这一张 我们就在这里 插开它 接着插入 完成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图片 在这里 但是它的尺寸好像很大 我将它拉细 也可以 我们插一下这张图片之后 我们在四个角某个位置 可以拉细 拉完之后 在中间的 我平时用作用作用 可以让图片 放在文件里面的某个角 在文件里面的某个角 这些字可以圍住 做法也可以 我继续一张图片 在下面看到有些不同的选择 我们选中间的文字 在中间的文字 按下去 看到文字已经在图片 我想把图片拉到右上角 基本上是初步完成了这个文件 至于我们怎么处存 其实很简单 我们不需要任何处存 只要删除它就可以了 因为文件直接帮我们自动处存 但是我们要改个名字 现在在这个位置 它未有文件的标题 如果我们用第一行 我只可以在这里选择 按一下 它自动会把第一行的文字 就把它切上去 如果我不需要那么多 我想只爱一个姜美人 我可以把前面的字删除 完成之后 基本上就可以 变成我们的文件 当它做完了 我们就删除了 看回我们的云端硬碟里面 这个文件也是在这里 又或者今次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去打开这些文件 去回我们右上方的选择 我打开它 今次我直接去云端硬碟里面 打开这些文件 让其他人跟我一起去编辑 做法很简单 我们只要在这里 我们选择共用 在这里只要输入你想共用的人的电邮就可以了 我输入他的电邮 也可以选择他的权限 也可以在这里打开就可以了 这里有不同的选择 我现在对方可以编辑的人 所以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 接着我就会传送过去 但在未传送之前 我想看看 对方的这个户口 是不是现在没有这个东西 不过我现在的做法 会将两个不同的用户 不停转换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现在看到另一个用户 叫做Tony Tony 看看他的共用资料间 里面有没有东西 打开他 现在看到共用资料间是没有东西 现在又回到我这个帐户 在这里按一下传送 再次去分Tony这个帐户 再按一次共用 现在这个姜美人保存在在这里 因为Tony有个编辑权限 我在这里打开他 接着我尝试一下 Tony想做一些改动 Tony想把这个文字改大一点 然后直接在这里 把它改为18 现在又回到我的帐户 你看到 Tony刚才改了的关系 看到这个字 同样也会是大了 这次Tony想再做修改 但修改的时候 他又不想直接去做 他想咨询一下我的意见 只要选择这些文字 在这里按一下 Tony建议把这些文字 转成红色 按一下留言 他就会记录 而且Tony发现有些字 可能要修改一下 和我说想修改一下 假设这个字 可能是要Hear不是书 他只要选择 他在这里选择 他不选择编辑 他选择建议操作 这是修改的 只要在这里打字 你可以看到 显示了 书就会看到 一条线画了 Hear会出现在旁边 现在有一个是 提议 有一个是通知 两个显示有点不同 接着我回到我的帐户 现在在我的帐户 我看到显示有点不同 第一个 Tony建议我把这些字 改成红色 我知道了 我按一下解决 接着我转到红色 我转到红色 在这里打开 跟他一样 我转到红色 接着我打错了 原来他是男性 不是女性 我按一下 如果我认为Tony是对的 我按一下 自然书就不见了 就变成了Hear 接着我想Tony加幅图 Tony说在这里想加幅图 同样方法 我再把它插入 我选择图片 我也在网上寻找 Tony想选择图片 按下去 同样插入 这也是Tony的建议 回到我的文件 同样看到Tony有个建议 我发觉OK的 满意的 同样按下 但我发觉 好像把这些位置不太好 我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 我直接编辑 另一种方法 我也可以问Tony 好不太好 我打开它 我选择建议操作 我把屋子拖下去 拖下去 拖去底部 你看到 现在这个显示 有个交叉 下面有个位置 现在在这里看到 有些修改是我做出来的 然后又回到Tony 这位置 Tony一天看到 现在我想把这张图 移到这个位置 虽然 整个文件 我是主人 但我也可以做一些建议 看看其他人 是否满意 Tony这次 他不喜欢 按下交叉 按下交叉 保持原状 然后可能我想再加字 我不需要 Tony去改 暂时可以直接加 我可以在这里选择 去回编辑 我可以直接打字上去 完成账之后 我们基本上 不用处存 但不用处存 我们只是放在网上 大家分享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处存 另外的档案 我们只要在档案里打开 我们选择下载格式 你看到有不同的格式 我们可以把它转成 BIGOSOFT WORK的格式 或者直接变成一些PDF 檔案也可以 假设我这次就想 变成一个PDF 檔案 现在处存在这个位置 我打开它 去回到我们的资料室里 在这个位置 也看到这个档案 我们重复 这是一个PDF 基本上 对方收到 亦都不能修改 好了 今集我说了 这个云端 这个Google文件 大家也会发觉到 我和Microsoft WORK 有什么分别 和有什么特别强的功能 方便我们在网上 和其他人分享 我下次再和大家 研究一下Google 其他工具 下次再见 拜拜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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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 有什么 没有人 你 没人